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两个不同的方法 在始终都是忘卧 因为内外是 你在外别忘卧 在里别忘卧 音乐也是你 因为声音是你分别出来的 所以音乐也是你 你在音乐里别忘卧 在四大里别忘卧 地水火分忘卧 我也行 对 我有时候就不觉得 不要去想念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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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学脉络 脉络的话 你一定要头脑里 首先你不相信有那么的脉络 其实你不信是没用的 你做啥 其实你是信啥 你相信你是有脉络的 然后你就是有三百七路组成 先把其他的相信的东西先放一包 比如说西医说你是用心肝皮 和什么什么组成的骨头啊皮毛 但是现在你在修脉龙 你就相信你就是脉龙组成的 其他的就不是 其他的就 抛出来那些东西就不算数 脉龙才是第一位的 嗯 就叫中医 中医你要扎摘 就你在我眼里全是精络 你就不可能有其他的 我考虑 因为你全副都是精络 所以你精络瞧你 他那个精络跟脉络 也不是一样的 不是 他精络 它是一马子 但是中医是从道教这方面 五行啊 就是七经八脉 就是这一块 麦龙是系佛学 麦龙佛学 麦龙佛学 七经八脉 他是这样子转的 所以这样子 收着胳膊 收着 但是他的麦龙 佛学的麦龙 就是他就直接就把你四大结空 就是这样 对对 他没有一个不理 但是就是中医的麦龙 他就一定要切着你这皮 就会更文性化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经常守 这个河道下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比如说一个东西 然后开始一直在前面 直到这个地方 后来我就从中间开始 嗯 可以吧 就是其实一开始 我们的麦龙是个清洗音乐 就是没有准备 就是要通过那个音乐 打开麦 刚开始我们配那个麦龙音乐 一个是清洗 因为刚开始就是 就是散外 不 清麦做 还有呢就是 大家做不了三个小时 只能听着音乐做 因为你不听音乐 你做不了 一半个小时 大家也不给你再做点 为了大家做 所以又配上各种想动 什么这声音那声音都配了好多 又唱歌又跳舞的 希望你能够听得新鲜一点 还能做一下 可以同时歌曲 流行歌曲 就是为了你能够安住在那个坐墊上 但是现在你 你如果是 现在你修很久 你要再听那个 一方面你也可以跟着移动 有时候都不需要移动 对 你就停在哪个 他就唱他了 你不管 你就停在某一个 你觉得我今天就修喉咙 你就一直停在那 不要动 或者是我修两个 我就修喉咙 我就停在那 不要动了 或者从一开始 我就停在这 不管他 他怎么说移动 你都不要动 或者我只修齐楼 这个喉咙齐楼 或者修心了 血血 心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动 对 我也是在听音乐说 我会自己把他关系 是这个稀奇 对 你比如今天你很烦 或者是你觉得身体有些 不通畅 那你可以通过关系来清洗 明天你不烦 你觉得我要修定 你可以坐在那 不要动 或者所有的音乐 都是让你静下来的 你可以不关系 其实利用音乐来休息 根据你的状态 你还怎么想 也不是说死的 就是 你今天 今天我要清洗 明天我就用你修定 后天我就 就来调 调心 或者怎么都可以 就是都是工具嘛 看你又来做啥 调这个调的都可以 反正都是换法 你也是有换心 你的状态也是换的状态 虚幻的状态 但是你这个虚幻的状态 你控制不住嘛 就说 我烦了天音了 你这个虚幻的状态 就在这儿 用什么来调呢 是不是 你说不要烦 不要烦 他就烦了是吧 他就天音了不要烦 他需要换法 换法就是音乐就是换法 音乐是换法 或者是因为你只有一个政治界 你的界定没透彻的话 那个界定没用的 就你安住不在政治界上 你的心完全安住不在政治界 你就晃了 那个时候你有各种法门 都是法 就对着这个 对着你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就是烦梦的感觉 但这种烦梦 其实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学会一种喬呼吸 因为心口气不二 如果你身体很烦恼 或者是很纠结 或者是你一定要懂得去 会瞧呼吸 这个瞧呼吸 或者陪呼吸 一定要学会 因为呼吸 跟这个人的状态 联系的是最密切的 一般人清静的时候 这个呼吸一定很慢 很勇 或者很通畅 人的呼吸要是很通畅的时候 一般不会纠结 一般你一纠结 肯定呼吸变了 比如一生气也会喘 也会 你看那个气跑到头上 火气上冲 就把怒法冲灌 什么这些都是 他这个呼吸不用了 你生气啊 什么都 所以一定要懂得 瞧呼吸 要学很多 瞧呼吸的小方法 自己 陪也罢 瞧也罢 身呼吸也罢 骑虏呼吸也罢 头顿呼吸也罢 全身毛口呼吸也罢 自己要去瞧 就是自己去 哪怕你去想象一些方法 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起来 让呼吸通畅 然后呢 哪怕你翘舞呢 运动呢 唱歌呢 是美声唱也行 通俗唱也行 只要让这个呼吸唱通 或者调呼吸 就是坐在那儿 或者是动着 站着什么都可以 所以把呼吸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其他的也可以用 你喜欢唱歌的唱歌 哪怕逛街啊 喜欢出去都是 就是这都是坏法 这些东西都叫坏法 这些东西都叫坏法 这个坏法正好对你 你那个形态 你那个心态啊 你不是坐在那儿 塞着什么 翻翻翻 就坐在那儿翻 一定要找个法门 来对应你这个翻 把它撞击过来 然后就是 众生坏心含以坏面 佛学里面是 但是如果是彻底的面 因为你这个 一般用的方法的话 这个面呢 是不是彻底的面 今天你烦我唱歌跳舞 我就不烦了 但明天你又烦了 他不彻底 但真正的彻底的面 就是用佛法 用佛的直戒 用佛的直戒 把你的思维角度 还有就是 你不着笑了 思维角度转化了 这个就彻底灭了 就慢慢的以后再也不烦了 有其他的换法 因为他不是最深 最高直戒 最究竟的直戒 所以他这种换法 只能是今天 展示紫腾片一样的 今天子腾 过两天又不行 你始终知道 所有的状态 都是平等的 你身体上 汤尽其蔓延的状态也罢 定的状态也罢 指的状态也罢 散乱的状态也罢 烦恼的状态 都是平等的状态 就是 你像一个虚空一样 所有的状态在你那 只是定的状态呢 很容易看清楚一些东西的实相 其他的状态不容易 所以你怎么样 把自己瞧到那个定的状态 而不是散乱的状态 这都在你自己 就是你看有那个能力 没有把它敲过来 但是 这些状态佛告诉你 因为你是 你本身是真空 所以所有的这些状态 都是虚妄不实的 但是它就让你这种虚幻的生活 在这种幻境里面 而难受 就是 因为你有觉受嘛 就 你受为过去体验种种烦恼透口 所以你要学习很多 让自己 慢慢的能 这个心啊 如果你有定力的话 这个心就能控制这些状态 我不实现这个状态 我就实现这个 我能够随便拿 我选择我实现什么状态 而不是 现在是你想 它影响你 它转你嘛 这些状态转你 不由你 不由你 你控制它嘛 这个时候叫不自在 等你选择了这些状态 就叫自在 我今天想哭 我就哭 想笑我就笑 我不想笑它就不笑 是吧 或者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的心 但是心不动 只是这个 这个四大四岁的东西而已 不要把自己看成太物质化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你是个肉体 或者太骨头体 这是物质化的的话 就修行起来很困难 观想起来 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光 当成能量 当成波 当成震动 当成一个一个的细胞 当成一堆细胞 甚至当成一堆信息 或者当成几万个细胞 因为你看 我说把它当成细胞 你就能想象起来 因为你的西医学 现在我们的科学说 告诉我们 是每个身体 是有很多细胞组成的 但我说你把你当成波 你就不能想象 因为科学还没到那个程度 当成一团能量团 你也想象不出 你觉得 嗯 对它的认知不够深刻 但是说 当成细胞 但是你就那么相信 你是一堆细胞呢 你要知道2600年前 而且如果释迦摩尼佛 跟他的弟子说 他的弟子也不信 那今天为什么你就信呢 我说你是一堆细胞 组成的 而且每个细胞都是中空的 每个细胞都像个肥皂炮 在幻生幻灭 你说想想也对啊 你会在头脑中有像的 但是我说你是个震动的波动 你没有你的 都是不断的 就是你这里面没有自我 全是波动 这些波动 就是像波一样充满空间 不再有空间 是无我的 但是你就想象不出 跟细胞 想象细胞有啥区别呢 但为什么那个界地 就很深的能够 进入你的身心世界 但这个界地就进不去 你看你这种信啊 就是大家都说的 你就信 全世界都说你是细胞组成的 你就相信了 一个人说不相信的 如果全世界人都说 我们是光组成的 科学证明你是光组成的 你睡觉一睡觉就变光了 只要你一不小心就是光团 你就信了 就很奇怪 但你真的啥也不是 那你就不信 你就说怎么会啥也不是呢 真啥也不是啊 这佛说的 但你就说我就试个啥 我一定要试个啥 他说你有种种状态 三界三是有很多维度的状态 你真的是真空啥也不是 你可以视线三界六道 就是你可以 因为最苦不过是无界地狱 你可以视线无界地狱的苦难 你知道 就是你可以视线出很苦很苦的状态 也可以视线出很极乐的状态 那竟然是你视线的 那竟然是真空可以视线出来的 如果你有一天你要是有这种能力 你竟然可以视线那种状态出来 踩不忍睹的状态你都能装出来 是吧 但是你竟然你那个什么 现在是我们真的是踩不忍都被转 不是视线 但是你安住在你是这个 你要是真的能相信这一点 你啥也不是 而且逐入不动地安住在这个 啥也不是这个概念 是界地上 就是这个支界上 你就是定理嘛 就永远不会被转 你就是我就是 我就不认 我今天烦我哭了 那就是我啊 是不是 那就是我的一个状态 我今天面对了这个境 视线了这个状态 就像我面对一片 就像一片乌游 会视线下雨一样 今天缘起就是 我今天天鹰了 明天下雨了 今天天鹰了下雨 我的缘起就是 面对了你的时候 我哭了 这就是我的状态 但是人家说 你能不哭吗 你说不能 这就麻烦了 你要是能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是随时能瞧着 自己的状态了 就转烦恼为菩提啊 什么 就随便转 是吧 如果你啥也不是 生死就了了 你啥也不是 还有生命吗 什么可能 有生命 无常 便宜 不没有了吗 但是这个啥也不是 很难理解 这个啥也不是 又里面包含一切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做事的时候 不太好又在这个工作生活 是因为你真不知道 这个啥也不是 这个什么样子 这个啥也不是 在你头脑就是 可能是个虚空 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多状态啊 这是一个想象了 但是它真不是虚空 也不是 它是 如果这个杯子也是 啥也不是 我就是个佛 你就很难理解 知道吧 但是你能想象 你是这样 是吧 但是佛说是 每一个问题里面 都有圆满的空性嘛 如果这个杯子也说 它啥也不是 它是有各种状态的 你就很难理解 这就是你还不太懂空性 只是只是从这个角度 先开始涉猎空性 你能视线什么 所有的状态 那就所有的状态 其实是得换一换一换 所以你是真空里面 是没有东西的 那老师 如果在这个时空下 你搬出来这样的建议 你就是就把我们看了很多 比如说 关于禅宗的一些记录里面 它会讲破生死饱欢的什么 很多大德的精力量 一个就好像 白皮屈辱那种 生死的那种考验 还不会把这个结 就离开 但是你的接地 必须要过这一段 你这样按住 按住时间久了 它生理会有一系列变化 但生理在起反应的时候 你会实时积极感觉到 这个粗壮 粗重的身体 在粗重的身体 就是你这样想 你说你啥也不 你在心里 心性上是这样定义的 但是 其实你是脱离不了 这个肉体对你的 强烈影响的 还有外境的诱惑 你其实啥也不是 但是还被手机诱惑 你啥也不是 还被肉体牵引 所以你这个只是个空想 你知道 这只是个界定 你要按住在这 所以生理上还会变 当然生理上变的时候 还会出现多种问题 但是你以这种界定 去处理那些问题 就好一点 这只是处理一些小的状态 情绪的问题 但真正在 他慢慢气脉要好转化了 对 假如说你现在 假如说 气脉在转化 你这块痛得要死 然后我说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有用吗 我说你不要认 你有用吗 那就没用吗 你还得转吗 转起来 你强烈的病 那就痛迁移 那个时候你就是痛 你说啥也不是很难 他就迁移住你了 你就把你迁移 在那个苦道里边去了 就苦吧 你说你那种 啥也不是你不认 不认那个苦 可是只认你 就在你身上哭 他不去其他人身上哭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要转 你身心要转 反正你是能实现一切的 就啥也不是 而且你的真空里边 也没有任何效 你视线一切都是幻生幻灭 就不可能有 就你在真空里包含这个手机 但这个手机不在乳的空性 暴声的 但气脉是暴声 其实身心先转的是呼吸气 气一转的能量啊光啊 完了这个肉骨头骨髓皮毛 就开始痛痛转脏气 就是先从这个气脉转 然后影响到周围的皮肤啊 什么开始 需要四斤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地球的这个 骨髓的这个 骨髓的这个 这个时间 就包含成都不可存 这个时代 嗯 比较难 但是呢你不一定是说 你要是这样子想 你已经在银河系中心了 嗯 你就不是在地球上 你的心已经安住在银河系的中心了 老师刚刚有说这种痛 就是分心上的那种结束 你说你转它还是疼 还有其他人呢 就是学一下 如果学生体上的痛啊 就是说你转它还是疼啊 那就治呗 用药呗 转不了很难转的 你说腿头打坐腿头扔一扔这个可以 你说有些病痛 就是病痛会要你命的 那就治 转不了就治 所以说你功夫能转 那是你功夫了 功夫转不了 就是又住院 要是住院 有其他人帮助你 就是在内状态中 你正在治疗中 那不是有痛的部分 是的 在痛的时候 修行的有见地 你不同的见地 对这个痛的承受力不同 对 有的就受不了 有的就受了 有的就恢复了 有的就死掉了 因为情绪不一样 因为自己认知不一样 也不是说我一定要转这些情绪 但是呢 你会有一种觉 在看这些情绪出来就出来 然后自己感受 就觉知到你有这样的情绪 那过了就是这样 当你有觉到 觉知自己在生气 或者什么的时候 既然你在觉 那就瞧呗 那就不是说 哎呀我觉知道我在生气 我继续生生他的五六个小时 这个就不对 当我觉知到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通过这个绝照来把身体清下来 就是通过这个旁观的绝照 觉得可能你觉着 哎呀我怎么会生气呢 就像火一样的弥漫开 或者是像烟一样的弥漫开 让他迅速的熏练 还是要瞧你的 教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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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起码你觉到的时候 你是打成 你说我现在要修行了 怎么能够 他们一般见识呢 是啊 我修行了就不能够 一般就是 扶着你长啥时候成佛呢 不是他的 不是说你错 是你不跟他计较 因为扶着你成不了嘛 你跟他计较 还不是你跟他一样 是吧 就是其实有时候 我说他错了 为什么我不说他呢 是哪有时间跟他说话 哪有时间跟他吵架那种时间 赶紧他 赶紧去学点东西 或者是什么 大家忙忙的 哪有吵架的时间 还没出炉混呢 忙都顾不上 我们的事情 拍着看 我们的故事 是什么 但是我们的故事 是什么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